HELLO 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日本人對上維京人 日常比賽是競技場大師賽 NOA7的比賽 那很久沒有看到維京人跟日本人 這兩個文明在賽事裡面對決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我生日喔 哈哈 跟大家開個玩笑了 今天確實是我生日 那我昨天在拍片的時候忘記了 那今天早上才發現 欸 今天是我生日欸 所以我就趕快早上 趕緊加拍這部影片 那這場影片是MBL對上米格魯 生日看MBL的影片好像也蠻適合的 因為我也蠻喜歡MBL的 那當作我的生日禮物 我們就來看這場比賽吧 那MBL選擇日本 那日本也是我最愛的文明之一 這些有看我的影片的觀眾們應該也知道 我常在說我很喜歡日本這個文明 也想要練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MBL的日本的發揮吧 那日本的發揮呢 一開始喔 它的模仿啊 伐木場還有採礦錠 都是半價的 都只要50木頭 省下非常多的木頭 就可以讓它早期喔 撒更多農田喔 經濟會更好一些喔 那日本人的話出資外 這個捕魚速度也是最快的 但競技場裡面是沒有漁船的 所以MBL的經濟優勢喔 週一開始的這個半價的資源 和伐木場這些的 所以遇到維京人的話 算是一個蠻劣勢的經濟開局喔 但是它到了後期喔 這個日本武士跟劍兵勇士喔 都是比維京人喔 更還要有殺傷力一點喔 維京人雖然有血量加成喔 但日本的攻擊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長期砍下來的話 日本人的優勢會更大一些些喔 而且日本人的強奴是有拇指環的 維京人的強奴雖然維京狂戰士幫 可以多加一攻喔 但是並沒有拇指環喔 所以維京人打起來對射也是 會稍微劣勢一些些喔 那日本人的話 後期還有這個巨頭喔 金罐可以加速喔 快速拆裝4倍之外呢 巨型投司機的攻擊速度加33% 這個能力喔非常強大 讓他後期喔 這個巨頭戶頭的狀況下 他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維京人 維京人的一個特點喔 就是有免費輪走技術跟手推測 但在競技場來說的話 大家可能認知覺得 這個競技場就是開農文明喔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但其實也還好 因為維京人這個能力呢 一定要上風劍時代跟城堡時代 才會有這個效果 當然啦 一上城堡時代的時候 可能排速會有點加成 但實際上呢 維京人這個加成的紅利時間 大概只有5到10分鐘而已喔 因為通常這個時間點喔 對手也會已經按上這個 輪走技術跟手推測 甚至 經濟稍微只會輸一些些而已喔 並不會輸的非常誇張 我覺得這個能力在阿拉伯 會比較更明顯一點喔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因為對手也知道 競技場是可以開農的地圖嘛 所以他們並不太會忘記 去點輪走技術跟手推測喔 那我覺得 維京人這個能力呢 是比較補於 你在瘋狂打架的時候 沒能力去點輪走技術跟手推測的時候 算是比較強一點喔 但是一個在正常開農的情況下 雙方都不太會忘記 手推測跟輪走技術 這兩項科技的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對導 那目前米格魯在外面探價 那我 啊 順便補充一個好了 維京人 在競技場還有一個很強打法喔 是這個 用大量垃圾兵喔 這個重裝長槍兵 配這個戰錨 然後用這個大銅車 配強弩阿 劍兵勇士喔 各種大雜匯 去做一個潛壓 因為本身維京沒有火炮 但在競技場這個打法 算是非常強勢的 那我之前有看過一個影片喔 這個維京人用大銅車喔 直接亂頂 然後頂爛對手 這個影片 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我覺得維京人在競技場來說 他的 劣勢之處喔 在於後期沒有火炮這件事情 所以 維京人可能要盡可能的 打快攻喔 不能拖太久 拖越久 對維京人越不利喔 剛剛我們看到MBL這邊 已經升到了封箭斯彈 維京人這邊差了幾秒鐘 原來MBL這邊是23匹 點下封箭斯彈喔 哇他那25匹就可以升城堡了 非常早 這個就是日本的 這個經濟場升級配置的一個優點 前面省一些木頭 然後就不會這麼缺資源 那他精進調配也調得很好 MBL還是非常頂尖的高手 好那這邊點下城堡斯彈之後 這邊要先撒一些農田喔 一級農一級木木 待會要補一下 好這個是玩經濟場需要注意的細節喔 好這邊兩個赤頭互達 誰贏了呢 哇米格魯俊了 贏下啦 前期的這個赤頭隊啦 哇那MBL喔 可能待會出去 視野不會這麼明亮喔 因為我看他是比較晚出去的 我們來看他視野 哇你看超黑 黑媽媽一片 那他待會出去 要找生物可能會很難找 或是直接要放棄生物的可能性 也是要有的 因為他這邊要點一級農一級木 然後還要再下這個馬舊 可能這個投資成本會太高了一點點 雖然還是可以下了 但就是要看MBL這邊的打法選擇喔 那我是建議各位喔 不管什麼文明喔 都一定要去下這個軍營跟馬舊喔 好然後盡量的先去囤一些弱馬出來 那是為了讓自己去習慣喔 去練奪聖物這件事情喔 因為競技場來說 聖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沒去練習 拿聖物這件事情 很容易長期練下來 你有練跟沒練一樣 所以MBL這樣的打法 我其實不算很推薦 但他這個打法有個好處喔 就是讓他可以更容易一點 像一級農一級木 然後待會上城堡時代 可以直接3TC開農 那如果你是下馬舊 然後修道院打法的話 TC會比較慢開喔 經濟會比較差一點點 但至少你可以練習到 如何搶奪聖物 好那MBL這邊 果然是沒有下修道院 也沒有下軍營 也沒有下馬舊 果然是3TC開農 那米格魯這邊是正常開局喔 有下這個馬舊 這個就是正常的競技場配置喔 先按幾隻肉馬出來 然後上到城堡時代 趕快去升清奇兵 然後下修道院 槍柄的話可以按個幾隻喔 但不建議按太多 好那這邊是先點下的二級木 日本人這邊是點下的一級絕金 OK修道院放在門口 這樣子的話他這樣TC會很難開 應該可以開一個 至少可以開一個 好 好 然後 待會 回見了應該會繼續做偵查 這邊偵查繼續看 米格魯現在在看 哇靠為什麼MBL 沒有下修道院啊 還是他在裡面藏一堆東西 他這邊盡可能的想要看到裡面喔 我們來看一下米格魯這邊的視野 就可以知道他這邊 好 他的視野看起來是這樣子喔 你看 只能看到一棟房子 然後 這裡 又一棟房子 然後 市集什麼都 都沒有看到 很兵工才沒看到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MBL在裡面幹嘛 他現在你看有點著急喔 那邊超沉門 你派個兵讓我出來看看你在幹嘛 或是你在屯兵是不是 出來解一下肉麻 這種感覺 你看這邊 這個是用一個小技巧 你只要按Q的話 應該是預設是Q吧 然後他就會自動巡弱 這個算是 蠻好用的一個方法 在競技場如果對手沒出兵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巡弱 盡可能去看裡面的資訊 那目前MBL裡面 完全也沒有藏任何大招 他就是 單純在農而已 那我們這邊看到 村民術目前是領先六村喔 那這邊要搶聖物是比較困難一點點的 這邊是完全放棄了 雖然這邊五聖物是固然重要 但 其實有些打法來說 有時候像MBL 我們前幾天的影片 有看到MBL用單TC 玩波蘭 然後競技場 然後也不解聖物 不是他有解聖物 有嗎還是有 有點忘記了 他有沒有解聖物這件事情 前幾天也是有一個競技場影片 他是用單TC 然後城堡直接押人家門口 城堡押人家門口 然後蓋下去 然後直接搶裡面的五聖物出來 也是有這種作戰方式 並不是一定要 去做爭奪聖物這件事情 但我只是建議大家要去練習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世紀帝國裡面 很多打法並不是這麼的固定死 你還是可以擁有很多方式去做一個解圍 或者是應對 並不像是LOW這種 你可能15分鐘前被殺爆 後期就沒機會 MBL是 這個遊戲就是前期被殺爆 後期還是有機會 雖然機會沒有這麼大 但機會不會像 GG15頭這麼低的可能性 畢竟你知道LOW嗎 你沒有投票選 你只有1票而已 人家有4票 別人選擇放棄你就得放棄 但世紀帝國不一樣 你還是可以選擇一人奮戰 好 那這邊拿下了 二級農跟 二級木 MBL這邊 二級農沒有太早點下 原因是因為 他應該是聽了 HERA的建議 就是二級農可以慢點點 那以前 這個CHIP 也是在直播上面有講過 就是這個二級農 其實點不點都無所謂 到地獄實在再點也可以 那MIPER的 MIPER的建議則是 一上城堡時代就先點二級農 3TC二農二木 是他的標配 只是用黃金買木頭去生科技 所以這個有點算是 一人而一的一個選擇 所以沒有說點二級農 好或不好 那我個人的感想是 點二級農是比較好的 決定只是因為 我的經濟很容易太爛 那我會想要讓自己 經濟更好一點 就會去點二級農 那HERA他們則是表示 這個二級農點不點無所謂 只要你軍師又打贏的話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或是你村民可以爆得更快的話 那也就OK 但其實我覺得 VIPER講的是有道理 你看這黃金 MBL這邊 蠢了一些 他這邊應該是想要直接速地王 4TC農上去地王 然後黃金不買賣 所以才 沒有點二級 二級農的關係 那我覺得 大家可以學的 VIPER 適時的去 用黃金買一點肉跟資源 硬點出二級 可以增加這個食物的 總採集量之外 系列量還會再度加一 點下去也不會太虧的 好這邊有隻 社群想要來招村民 好像沒得招到 好那目前圍巾是五聖物 社群是決定要打射箭場嗎 打小公開 好那MBL這邊開始出頭車 這個時間點在出頭時車 應該是想要 稍微砸一下對方的生旅而已 有可能是要打組工程器嗎 日本的工程器 沒有特殊能力 非常普通 那今天我生日 我應該會去 做一些運動吧 今天想要去游泳 然後 這個房子會打破咧 431滴 那為什麼我會想我今天行程 因為我發現已經有人在問我的行程 所以我就先跟大家告知一下 今天是去游泳 那沒意外的話 晚上回來會繼續拍片吧 這個日更兩步 其實也是滿硬的 好 那偽金人這邊是選擇下了戰毛兵 還有二級射 跟彈道學 跟電王時代 電王時代偽金人這邊還是比較迅速一點 只是單純是因為3TC的關係 3TC上電王時代會比較快一點 4TC會慢了一些些 大概慢快一分鐘 但NBL這邊是慢人值 大概只差了40秒左右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差距是非常小的 你看這村民領先了這麼多 102對86吋 87吋都不到 好 那NBL這邊是決定 上帝龍時代點下的二級射 那這個時間點二級射的好處 就是你第一片的輪跟天 已經差不多要進入第二輪 這樣就可以吃到二級射加成 確實不錯 好那這邊看到NBL這邊出頭車的圍禁人的反應是 直接轉騎士嗎 怎麼按了騎士出來了 好還在出騎士喔 這裡按了五個射箭場 好那這邊是五戰毛 看到頭子車確實會有點澀澀發抖 那這頭子車只是要7敵嗎 這邊NBL蓋下城堡 好 二級絕金點一下 這邊有兩個自爆兵想要破門而入 OK沒問題直接破門 那如果對方喔 在封建時代的話 自爆兵只要一隻喔 這個10強就可以炸破了 這個是小小的細節 三爆時代的話一定要兩隻 才可以順利破門而入 好這邊直接滴出去 想要硬砸村民 但是後面有城堡 艾亞瑟掉了一台投石車 要回頭打下戰寶嗎 沒打到 兩隻 駅兵單位 想要硬拆 拆掉了一台 第二台 被修了回來 OK 日本武士後面再慢慢出 這邊再出軍營投石機 日本武士沒有出來擋 尷尬尷尬 這日本武士居然沒出了 投石車再繼續炸 再炸 用力的炸 死命的炸 炸掉了非常多的村民了 哎唷 全倒了 米格里 米格魯這邊已經村民差距快到30村了 這裡死了大概十幾村有了 92.78% 這個有點硬了 這個要蓋起來真的超硬 再炸 好爽 這個炸得很舒壓 再炸 這邊稍微躲一下 97 98 99 OK最終還是蓋完了 好 投石車瞬間被城堡給射爆 這邊也要稍微跑一下 不然一杯射 這邊出了 投石車還在出 後面進行投石機 殘兩台 先炸到這面的城堡 這個城堡可能會有點難修起來 因為米格魯這邊拉的村民並不是非常多 而且這邊是在前線送村民啊 村民差距已經來到快要30隻 早兩日本武士走得出來 不知道米格魯會發現 其實MBL這邊轉的是 步兵日本武士科技線了 是一般的步兵線而已 好兩邊城堡互換換得不錯 MBL這邊經濟還算不錯 但看起來 還是有點被壓制住的 而且現在門戶大開啊 現在想去哪就去哪 好但中心投石車已經升級好 我覺得米格魯看到中投出現 應該不會再繼續打工兵了吧 這邊工兵線再打的話可能會很虧啊 可能要轉一些落馬出來 或是轉一些劍兵勇士之類的 或狂戰士都可以 因為狂戰士也跑很快 但這邊是打重裝騎士 反而是打一個騎兵線 這邊工程器來說 戶頭其實並沒有太好 用騎兵的話 肉馬可能比較划算一點 但米格魯可能顧慮到 對方可能會出日本武士 或者是騎兵的單位喔 出肉馬可能會有點難解喔 出中裝騎士 確實這邊可以稍微扛下傷害 雖然依舊是被 Counter的狀態 但中裝騎士喔 生存能力還是比肉馬好上很多 好 那這邊投車 繼續砸這個城堡 這個城堡砸的速度有點快啊 欸 砸掉一台 中頭 OK 這個爆了 這個來不及修 這怎麼拿村民在戳10強 這不是點錯了 想修城堡 結果點到10強 好 結果右邊這麼兵 直接偷抓掉了這些 挖金礦的村民 現在米格魯是要選進封鎖 MBL的黃金已經不多了 然後裡面兩塊金 能夠讓他打到出去嗎 欸 這邊點一下彈射器了 儘管點一下 巨型投射機的攻擊速度會提升 這樣互打的話 MBL有相當巨大的優勢 人家投3發 你可以投4發 好 這邊是優先拆城堡 但對手也不甘示弱 直接把5巨頭架了起來 4巨頭而已 硬砸了MBL的巨型投射機 巨型投射機想要在前面硬砸 也砸掉了一大堆 哇 我們回去看這個回放 這個回放非常的舒壓 這個不行 這個一定要看一下 好 巨型投射機往前 喔 什麼 頭子頭往前 砸 嗚 嗚 3台直接倒掉 第4台沒倒 有點可惜 但自己也被換掉了4台中頭 但我覺得算是划算的 好 米格魯這邊 直接 重型 騎士 好 重裝騎士 直接上去硬砍 砍掉了中頭 1台巨型投射機 但日本武士前來防禦 防守自家工程器 守得還不錯 沒什麼問題 前面這個城門 確實擋到了重裝騎士的前壓 好 目前更多日本武士走得出來 日本點下了二攻二防 日本武士走得出去 開始挖石頭 但是外面好移動城堡 巨型投心剩3台 但是精銳日本武士已經點下 哇 居然是打日武啊 日本武士打圍巾人 確實蠻難產的 好 不管出圍巾狂戰士 或者是劍兵勇士 跟日本武士都打得有點五五開 那最好的應對是出這個強弩 去射日本武士 圍巾這邊 如果再繼續出重裝騎士 可能會有點難打 但現在要出強弩出來 需要轉一下 轉兵需要花點時間 好 這邊再次前壓 中頭這邊砸涼巴 跟任門武士兩邊直接互打 任門武士直接扛住了前線 用數量壓制對方重裝騎士的數量 所以並沒有打出正面的對戰 OK 米格魯 米格魯 米格魯危機一能 這邊能夠 手下這一波嗎 軍頭司機 還在輸出 後面城堡 只剩下 200滴 100滴 倒了 任門武士再次正面殺得出來 危機的米格魯 正面全面潰敗 公兵現在才出來 強弩 要點下 中頭直接把一堆弩兵打倒在地上 正面日本武士也突破重圍 把米格魯的全部重裝騎士打爆 中頭也把巨頭砸光 米格魯全部虧敗 打出了 GG 哇靠 米格魯這一波打得好慘啊 什麼都輸啊 騎士也被日本武士砍爆 然後弩兵也被中頭給砸爛 巨頭也是直接砸爆城堡 然後中頭再去砸爆對方巨頭 這個策略打得很漂亮 MBL 果然是操作型玩家 還有觀念型 這個觀念非常好 日本武士直接了解所有的單位 只有弩兵沒辦法 但弩兵直接靠中頭解決 然後軍頭司機對打的情況下 他又有優勢 這個金冠彈射器真的是很有感 直接逆轉的這個狀況 那米格魯這邊圍城有點小小的失敗 也不算是失敗吧 就是怎麼說呢 沒有辦法很好的把MBL鎖死在外面 如果他能堅守住的話就有機會了 但我覺得有點錯判形勢了 這個黃金應該投資太多重裝騎士在前方了 如果多投資一點強弩 用這個危機狂戰士幫 然後再搭配一些劍兵勇士 或者是前期兵去抓後方的頭子車 或者是危機人直接出頭子車 或者是直接出衝車 都是不錯的選擇 那我覺得衝車可能有點硬 出頭子車可能會好一點 那危機人就是這樣子吧 就是經濟好而已 但是後期的科技總是有點跟不太上 所以越打後期他也是越虧了 米格魯也是知道 所以他前期盡可能想要把MBL鎖死在裡面 但很可惜MBL他並沒有上當 而是轉出了日本武士 直接無腦爆頭車開砸 然後在外面偷偷挖黃金 該做的都有做到了 我們來看經濟 經濟的部分的話應該是由MBL這邊拿下一些勝利的 因為米格魯前面送太多村民在蓋城堡 所以這邊經濟直接被反抄了 而且雖然有五勝物黃金數量還是原部級 MBL這邊採黃金的數量 種種因素MBL拿到了非常多的優勢 雖然危機人有五勝物 但他沒辦法撐過接下來的後續攻勢 很容易還是打出GG的 因為這邊待會的野晶也是都會拿不回來 這會對視米格魯非常的一個巨大傷害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各位掰掰